分享天主圣言 常因生命之权 下面为大家分享 悟一谱二主 请大家聆听 常年期第三十一周星期六福音 攻读圣路加福音十六章九至十五节 那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我告诉你们 要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 这样 在金钱失去价值的时候 有朋友接你门到永远的账目里 在小事上忠信的 在大事上也会忠信 在小事上不义的 在大事上一定也不义 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信 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 如果你们在别人的财务上不忠信 谁还把属于你们自己的交给你们呢 一个家谱不能侍奉两个主人 他若不是恨这个而爱那个 就是忠于这个而轻视那个 你们不能同时侍奉天主又侍奉金钱 贪财的法律赛人听见这些话就耻笑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在人面前自宠义人 天主却知道你们的心 因为在人看来是崇高的 在天主眼中却是可证的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的兄弟姐妹 今天的福音是接着我们昨天所读的福音 昨天福音耶稣是讲了一个比喻 讲了一个精明的管家 当家主要解雇他的时候 他就想我怎么样能够去生活呢 出地吧 我又没有力气 然后掏饭又害羞 于是他就想办法 把那些欠主人东西的人叫来 然后修改了他们的账单 欠一百的写作五十 有的写作八十 这样他就是用主人的钱财 结交朋友 那么这就到了我们刚才所读的 这段福音 耶稣就说 用不易的钱财结交朋友 这样在金钱失去价值的时候 有朋友接你到永远的账目里 耶稣也是要我们用现实的金钱 去结交朋友 这就是施舍 指的是一个施舍 因为我们今天所拥有的 都不是我们自己的 都是天主给的 如果我们能够用天主给我们的所有 这个包括物质的财富 不光单单是金钱 也包括我们的智慧才能 去结交朋友 去帮助别人 这样的话 在金钱失去价值的时候 金钱失去价值 那就是当一个人死的时候 金钱毫无用处 金钱对死人是没有用的 可是我们中国人呢 还喜欢烧纸钱给死人 有点可笑 当金钱失去作用的时候呢 有朋友接你到永远的账目 那么永远的账目 指的就是天堂 当然这朋友 指的就是耶稣基督 或者是我们所帮助的那些链鱼灵魂 他们现在在天堂上 现在我们在果链灵月 我们尽量的多为众链灵 献弥撒 我们不只是为 我们自己遗忘的亲人 献弥撒 也要为那些我们不认识的 所有的链鱼灵魂 都献弥撒 这都是善功 除了我们通过献弥撒 可以给他们祈祷 为他们得大赦 尤其圣社院 今年颁布的新的大赦方法 是整个一个月都可以为 炼灵得大赦 我们可以通过祈祷 通过去到坟上 上坟 做善功 等等 多种方式和参与弥撒 都可以帮助炼灵得大赦 所以我们要善用这个机会 多为炼狱灵魂 做一点事情 这样呢 其实我们就是在用不义的钱 来接交朋友 我们就是用主人给我们的东西 去交朋友 主人是谁呢 当然是天主 我们要用天主给我们的这一切 尽量的帮助我们自己获得永生 这才是最重要的 另外耶稣也指出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 交他两只船肯定不行 这是规律 可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定律 但是交他两只船的人 最后都没有好下场 因为他不是进这个就是远那一个 最后导致两个主人都不会喜欢他 人想升天堂 就不能交他两只船 我们不能同时侍奉天主 有侍奉金钱 我们应该像保禄宗徒一样 他所关注的是天主 是耶稣基督 是福传 他没有把心放在物质上 享受上 所以他能够知足常乐 这就看我们的眼光盯着哪里 耶稣也说过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就在哪里 这个时候我们看看 谁或者什么是我们的财宝 如果我们把世上的这些财富 包括权力地位当成财宝 那可能我们会追求这一切 如果我们把耶稣当作财宝 那么我们就会去追求耶稣基督 如果我们把天堂当成财宝 我们就会去追求天国 所以主内的兄弟姐妹 我们一定要清楚 孰轻孰众 我们应该追求的是什么 我们的心应该在哪里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 用我们的心去关注耶稣 关注天国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们要善用现实的这些财富 天主给我们的一切 这些呢都是工具 而不是目标 我们的目标 那就是天国 就是耶稣基督